找对象是吧 比方说一个月给我多少钱 比方说给我两钱哈 每个月给你两千块钱 对啊 我上别人家给别人家做饭 你知我挣多少钱吗呢 但是阿姨 挣四钱 阿姨你那是保姆啊 你不是人过日子啊 这也是过日子啊 钱钱钱还是钱 老年人再婚开口闭口都是钱 今天故事的女主角王大姐 没有任何悬念的让钱卡在了嗓子眼 还把干保姆和再婚生活混为一谈 把见过形形色色大姐的红娘一夜的够呛 保姆和老伴的根本区别在于 请保姆是雇佣关系 金钱是这种关系的纽带 婚姻是一种互惠关系 感情是这种关系的基础 换一种说法就是和保姆的关系 只有用金钱解决 和老伴的关系可以再被窝里协商 可是王大姐作为一个健全的正常人 能把两者混淆的如此拘云 那可真是下足了功夫的 这是不是和他的社会经理有关呢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支持 原来王大姐有前车之鉴 老爸和后老伴的生活冲突 全部归罪于金钱 都是金钱惹的货呀 可是这个罪恶的东西少了又不行 所以王大姐找老伴 就有了钱多多是第一 哪怕是找个年龄更大的 这下咱弄明白了 王大姐的目标是想找个有钱的 可是工资收入高年龄相仿的 未必能够看上他 所以宁可找个年龄大的工资收入 也不能少 自己每月收入3000元 满足不了他的旅游消费 找个老伴就是用来为旅游买单的 老铁您看小编差点忘了正事 相亲节目的男嘉宾到现在也没出现 千万别让他猫起来 把大姐和红娘放了鸽子 其实不然 他现在和大姐近在咫尺 前面这位搭了的脸 闷头开车的就是男嘉宾高大哥 只是满脸阴云憋着一肚子的火一言不发 和刚才在车站等待王大姐时的心情 那是天壤之别 在车站匆匆见面 两人感觉还都可以 只是王大姐感觉高大哥岁数大了 看着不舒服 明明知道人老了看着不顺眼 你偏偏要找个年龄大的 那能好看吗 熊掌鱼不能见得的道理 还用我来说嘛 王大姐能不能接受高大哥的资荣呢 这还要看她的经济收入情况 万一自己时来运转 遇到富翁一枚 那不就赚大发了 对吧 还是先看看她家里的经济情况 是否值得处一处 万一要条件特别好 岂不是调到了金规 可是接下来的一幕 令王大姐大跌眼镜 从背表一看就坑坑洼洼洼洼洼洼洼 高大哥你开这样的豪车来接王大姐 也难怪她看不上你 此时的王大姐心里已经是凉了一半 人看着老车看着破 就剩下看看工资多少了 接下来咱看看高大哥经济收入 能不能让王大姐满意 王大姐此时的心情已经是拔凉拔凉的了 为了找个工资高的 年龄大了没关系 可是现在高大哥工资这块 又令她大大的失望 三千元工资无法满足她的需求 无法让她过上理想的生活 放弃了熊掌 鱼还吃不饱 这可就亏大发了 她实在不能容忍 王大姐不管旁边开车的高大哥是怎么想的 尽管信口开河的狐狸咧 最后把红娘也积攀上了 这时候高大哥实在无法忍受 左脚狠鸣一踩 车虽然破点位表也皱包 可是刚刚年减合格的 制动一点问题也没有 不拉一声破车停到了路边 老高不拉你了 哪儿凉快哪儿去吧 车停了人静了 高大哥还是徐着进曹营一饮步伐 王大姐无趣的下了车 走到路边还在不停的和红娘抱怨 感到自己很委屈 找对象是吧 我呢也不想跟他生那个气 就是比方说一个月给我点钱 每个人家经历有千块钱 对啊 我上别人家给别人家做饭 你说我挣多钱吗呢 但是阿姨 挣四千 阿姨你那是保姆 你不是对人过日子 王大姐呀 你刚才还说干保姆每月三千元 不能保障你出去旅游的消费 现在就成一个月四千多了 工资涨得够快的 那既然你感觉找对象不如干保姆 继续干就行 别来相信了 何必在这浪费有限的社会资源 还在说找对象和干保姆都是过日子 那你就生活到中 你说做饭呢 洗衣上擦地上 也不是女的事吗 这也是过日子 王大姐这样认为也未必是错 那就看保姆和主家关系处理的怎样了 要是关系好每月四千多 继续干保姆就行 方便享受你想要的生活多好啊 何必非要来相亲找老伴呢 其实这和王大姐的人生经历有关 我妈六十多岁就没了 我爸找后老伴 都是非常难非常难 过了八年啊 俩人都赞了 别登记了 有什么用呀 就是后告快速点 就是谈钱 自己的老爸在婚后生活的不顺心 归结起来就是因为钱 所有的矛盾焦点都集中在一个钱字上 老爸在婚的教训 成了王大姐找老伴的经验 为了将来经济生活的宽裕 不惜放宽对老伴的年龄要求 也要找个工资不低于五千元的 但是这个硬性条件 在和高大哥见面之前 他从来没和红娘提出过 红娘白为他操心受累了 看来王大姐一厢情愿 把本地的风俗习惯当成了全网通 所有老年人乡亲都应该是老财迷对铁公鸡 针尖对卖王 这只能是提高了乡亲节目的娱乐性 对于老年人再会没有丝毫的指导意义 还会释放负能量 你看你的一套骚骚作 把纳德来接你的临时司机 相亲节目的男嘉宾高大哥气得不轻 高大哥一句让他玩去吧 这今天的相亲画上了句号 为什么老年人找老伴 总是在钱字上出妖娥子 这是生活所迫 还是老年人过于物质 其实归根结底 还是养老问题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 谁都会老 谁也怕老 作为资深的老年人都不怕吗 老铁您说呢 两个人感情好了 爱无极无 孩子困难吗 多少帮点 他这孩子到你老那天 他也会管你 自个人的女儿都不死了 我还只能赚上赚上吗 咱们后大后大人 跟我一点权关于没有 我给你这钱就等于天坑一家 养娥永远贴到狗幼身上 老铁您好 还记得上面这段视频吧 刘大姐要把翟大哥的钱 给自己的孩子 翟大哥气得火冒三丈 自己辛苦挣来的钱 凭什么给没有一点血缘关系的人去花 刘大姐却说 两人在一起感情好了 爱无极无 就得给孩子钱 这让翟大哥的价值观差点崩溃 也由此事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阴影 成了他找老伴的哥伴 你看这一次和宋大姐相亲 直接对他说 特别反感女方把钱给他的孩子花 把丑话说在了前面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支持 你看这翟大哥还以为 适合上次的刘大姐相亲呢 那骨子怨气还没有撒满 老翟醒醒嘛 红娘已经给你换人了 现在你眼前坐着的是宋大姐 好好听听 他对这个问题是什么看法 那这个事了 你咱也不能不吃 你也不能靠着这 营养你得跟上去 那咱做啥呀 你现在最大的好处是啥 咱们有个健康的身体 那就是给比给儿女 攒多些财富都重要 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 你要真的 你能吃到这一点就行 我也不傻 宋大姐一开口 立场观点和翟大哥非常对落 没几句话 就把健康生活和金钱的关系 说的清清楚楚 翟大哥佩服的直叫好 心想红娘 为什么不早点安排宋大姐来相亲呢 她那里知道宋大姐刚刚从海南回来 我这刚今天是几月份 把一份回来 跟海南回来 我就上这儿来了嘛 去海南打去 去海南去 去那跟他们去旅游玩去了 往人到那边玩了 人家都回来 我去那边打工 一直干到今年把一份 老铁您看宋大姐能干 工作生活两不悟 冬天海南猫都省了趋暖费 夏天返回东北省了降温费 海南打工赚钱 东北乡亲嫁汉 安排紧凑节省时间 说起时间安排 当初宋大姐一天打六份工 关键就是会利用时间 你看那时候早起来给她家 送完孩子七点半 孩子送完上学之后 上那王姐家 给她家打扫卫生 8点40到体育彩票站 去手手卫生 10点再上404部队一 做中午饭 下午1点 完了还有一份中点工 晚上还给回次了 所以不愿意带给他们 待会儿 得做一顿晚饭 老伴去世之后 宋大姐一天从早到晚 打六份工 走马灯似的忙碌了十几年 现在孩子成了家 也该为自己考虑一下了 这才给了翟大哥机会 您看红娘带领宋大姐来相亲了 给你介绍一下 宋云真宋大姐 你好 翟日才翟大哥 你好你好 初次见面两人都感觉不错 有了演员就有了闹客的机情 你看活泼健谈的宋大姐 没拿自己当外人 一屁股坐在床沿 主动出击 开始和翟大哥唠嗑 谁给你报的名 我呀 屁股啊 我自敢报 我报了一年多 他不来录 就整个疫情给我掌握了 啥也没有我 能给你录吗 没有我来了 你才能给你录 宋大姐几句得体的玩笑 不仅活跃了相亲的气氛 同时给翟大哥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还非常含蓄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翟大哥心领神会 这种感觉是从前相亲没有过的 这回终于等到了幸福来敲门 感觉心挺开了 从把他来浪的几句歌挺开了 他那个一开始 喜欢这种开了 对 我想开了想开 宋大姐的表现 翟大哥为时倾倒 几次相亲他都是老阴天 不见笑容 这一次终于看到他发自内心的笑了 高兴的正面情绪具有超强的传染性 善于把握节奏的宋大姐 见翟大哥开心 也非常高兴地介绍起了自己的情况 我姓宋 叫宋玉珍 六二年生人 比你大 你不舒服我的 退 五十岁退了 退休的时候是八百七 现在涨到两千 你的经济 你管你儿子 你管你孙子 你管谁我都不管 也就靠我的能力养活你 宋大姐七一咔嚓 简明了要说着自己的情况 当说到收入的时候 翟大哥打断表态 你挣的都是你的 我凭本身养活老婆 跟着我请等个叔叔探探 我最担心的是老宅家的钱 花到别处去 就是啥 我就是约上 你别打我钱 那个 我跟钱 我得生活吗 你把这钱 不买东西 把宅家的钱 给你孙子 给你儿子 翟大哥就是担心未来的老伴 把钱花到不该花的地方去 这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 故事开头出现的那一幕 就是他明确的态度 聪明的宋大姐 事实的给予了翟大哥合适的答复 这让翟大哥万分的欣喜 他终于放心眼前的宋大姐 最少不会像前面那位一样 公开的向他要钱给孩子 其实说到底 翟大哥也是性情中人 只要两人过得舒坦 对他的孩子给予一定的经济支持 也不是不可能的 那么说 这样是说了 咱俩能结合到和对的 那我要经济条件供应 我一看你儿子挺好 孙子挺好 我也挺喜欢的 那我有这个条件 我剩下钱给谁 那就给他点 那他最起码他就高兴了 翟大哥的意思非常明确 在一起感情好了 孩子又懂事讨人喜欢 拿出一些钱给孩子 把家里的关系搞好 其乐融融过日子 有啥不好的 只要感情好这些都不是事 没有感情技术开口叫钱 是万万不可取的 再一个就叫钱 你给我多少钱一月 我得当家 他钱他自己做主 我没跟我没啥关系 门到时候有吃有喝 有我穿 有我吃 所以就是结婚 我都要 翟大哥对于相亲对孝 开口就要钱的做法深恶痛绝 老年人相亲提前就翻船 相亲没成功还生了一肚子气 水对水错先不说 把本应高兴的事情弄得不欢而散 但是宋大姐是个聪明之人 和那些钱字不离口的大姐 简安相反 她的表现都随了翟大哥的意 两人高兴的手舞足蹈 本以为两人的相亲 向着成功的方向发展 没想到宋大姐下面的一席话 把这表面上热闹的气氛彻底打扮 再回的朋友一般都愿意找丧偶的 那是怕离异的有死灰复燃的潜在危险 而丧偶的就不同了 因为双方交通不便信息不通 这辈子没了破镜重圆的机会 再婚后的稳定性较强 可是翟大哥的观念和看法与众不同 她非常鄙视丧偶的女性 我感觉这有家庭的 一个男人老早走了 对女人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有一定的责任 这个酒吧不是说 就是说得肥也喝 她那好女人的优秀女人 能控制掉她 你觉得这个女士 照顾的也不到位 那倒也是吧 本来翟大哥对宋大姐的印象一直很好 相亲的节奏也向着众人期待的方向发展 没想到被众多再婚男人看好的丧偶大姐 在翟大哥这里成了缺陷 宋大姐满脸的无奈 她要喝酒谁能管得了 此时的翟大哥 也觉得宋大姐非常合她的心意 为这事就放弃实在不舍得 那宋大姐的老爸走啊 是不是和工作性质有关呢 她在哪工作原来 矿局 那这个呢 我知道太了解了 她就有今天没明天那感觉 对对对 你看那我没好意思说 我怕你说不好意思 我这是敢说 对工人就那样 上就喝 觉得这个也正常了 正常正常正常 话不说不透 物不酸不漏 把话说开了 弄明白了 整天喝大酒的 运过去的那呗 都没有回来怪罪宋大姐 照顾富周 翟大哥 你就别多管闲事了 还是赶紧张恶 和宋大姐的婚事吧 好事在等着您呢 谢谢您的观看 正因为我找了您 天天我才有动力 我能够想办法 多活几年 老铁您见过 这么挺力浪尖的老头吗 不服老的尽头 让人赞叹 可是刚才说的这话 总觉得让人不舒服 可千万不要 应了物极必反的那句俗话 要想走得早 再婚媳妇年龄小 要想走得快 老头和姑娘谈恋爱 但是你看着呗 71岁的高大哥 依旧英字不放 活跃在老年乐团的舞台上 虽然这舞毫不留情 爬满了脸 但是你看他站在指挥台上 舞动着双手激情的指挥演奏 澎湃着青春的热血 难怪有一帮大姐 成了她忠实铁粉 这64岁的李大姐 就是其中一位 今天特意到现场 欣赏她的雄风 唯独相亲找对象 就是自己看中了 也需要没人从从协调错 要不哪有名为正许这说 上了年纪的人 更注重此事 这也是红娘 这角色存在的历史原因 李大姐看上了高大哥 那还真是从西施眼里 蹦出的情人 看哪儿哪儿都好 恨不得现在就和她黏在一起 唱歌跳舞摄影 爬山的风丸 她唱歌跳舞 因为我如果在市里 我还想学个摄影 就能和我一起 除非风丸的 我想要找个这样的事的 这样的要求在高大哥这里 还真是小菜一碟 放下指挥棒 拿起家能数码相机 一枚非专业摄影师就诞生了 两位老人边走边拍 有说有笑 红娘暗自窃喜 这次说没拉线又要成功 这个月的奖金是十拿就稳了 李大姐一路蹦蹦跳跳 浑身释放着对生活的热爱 这心态 这身姿 活脱脱就是个46岁的小媳妇 哪里有64岁的老胎臃肿 步履攀山 可是即便是 这样一位活泼天真的大姐 也没能入高大哥的法眼 这位民间乐队指挥家 非专业运用摄影师 不自量力的择偶标准 老季福利般的耕耘欲望 就算是见多是广玉老头 无数的红娘同样也是莫名其妙 在她的再三追问下 在台上那位指挥若定 挥洒自如的指挥家 才羞羞大大的说出了自己的理由 说出原因红娘都吓了一跳 原来咱们的高大哥 嫌弃比自己小七岁的李大姐年龄大 她的目标是要找个小二十岁的小妹妹 有代购才值得挑战自我 才是多活几年最好的办法 这样说来就有点令人费解了 难道说她是在尽用少期的青春 修炼什么采印补洋制邪术 可这项神功早已失传 成为了遥远的过去 现在肯定没有这项原生态 长生技术的传承 闲话少说 当高大哥得知红娘真给她领来了 比自己年轻二十岁 今年当刚五十一岁的王大姐 就迫不及待到车站一探虚实 她真的很年轻吗 高大哥怀着对小二十岁女人的期盼 翘首以待 终于盼到了王大姐从容走下大发车 高大哥见到了她的本尊 确实比六十四岁的李大姐年轻得多 这下高大哥的心灵乐开了慌 批点批点买了饮料小心伺候 这边的王大姐 再不起眼 也不是一瓶饮料的价值 你看她头都没回 看也没看 说话不冷不热 别怪人家白浦拿架子 那可是有二十岁的年龄优势 更何况她也不是见了嬷嬷不用旧菜的主 对高大哥七十多岁的衰老身躯不是满意 可是想到要过理想的日子 那也不是仅凭这幅身板就能赚来的 不牺牲点优势不行 不受点委屈也不行 此时的王大姐还抱有一点幻想 从表面上看高大哥不像是有钱的主 那万一是在伴住吃老虎装穷试探我呢 还是先聊聊看 如果家庭条件特别好 属于钱多多的那种情况 我不就赚大发了吗 此时王大姐不经意间一回头 高大哥那了破破烂烂的几粒红色小轿车 令他感觉非常的不舒服 你人老一点不当紧 开个破车过来可真寒碜 你看这人老扯破的 这本老哥哥会是理想当中的钱多多吗 你工资能开多些呢 我退休了在那个商业系统 三千块钱 我工资都花了 三千块钱还不够俩人不日子花呢 怎么 每月才三千多块钱的收入 就想找年轻二十岁的女人 可真是异想天开 王大姐的心里彻底的凉了 人老 车破 工资少 要哪头没哪头 真要是嫁给了这位大爷 那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 这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红娘这时候也觉得脸上无光 把两人聚合到一起相亲 千小心万小心还是碰到了钱字 这条无形的高压键 车内像是打开了空调 温度瞬间降到了冰点 红娘赶紧原厂回温 哎呀你就是花枪很大吗 这什么不是花枪很大 但是 我想过那种的日子 本来已经忍无可忍 面临崩溃的王大姐 听到红娘的询问 不觉怒火中烧 非常霸道的告诉红娘 我想过好日子 就是宁愿找个岁数大的 工资也不能少于五千元 在一旁开车的高大哥 现在终于是清醒了 王大姐的不高兴 不是嫌弃老高老 而是嫌弃挣钱少 我收入只有三千多块钱 他哪会把我老头子放在眼里 不免脚下发力把油门踩到了底 只听发动机咆哮着轰鸣 没见汽车向前冲 更没有所谓的推背感 原来是两只脚同时踩了下去 破车没脾气的缓缓停了下来 王大姐在红娘的陪同下 来到路边商场墙下 余怒未消的向红娘继续埋怨 王大姐啊 你干保姆每月四千元 干得好好的继续干就行了 过来找老伴干啥呢 你不想生他的气 可是就你这番表现 把那个年于七旬的老大爷气坏了 你让他玩去吧 就是他那 我年轻出那个七年 我不跟你说了 我不管他去 不用他提 我工作组织都得交给人家 行了吧老高同志 比你年龄小七岁的李大姐 你嫌弃不年轻 王大姐年轻可是他嫌弃你没钱 没钱咱就干没钱的事 过没钱人的生活也挺充实的 想找年轻的老伴 不是你现有的条件能够实现的 生了嫌弃还不说 搞乱了你的生活多不划算 行行吗 明天老年乐团还有演出任务 快快乐乐的生活有啥不好 老铁您说呢 就是我给你存入一个六十万块钱的存款 他有一个定期利息 利息归于 等我没了 我要先没了 那个钱就是你的 我最防的是你的 就这么明确 今年七十三岁的傅大哥 豪气冲天向相亲对象 史大姐夸下海口 在银行给他存六十万元 平时吃利息每月两千元 等把他伺候走了 连本代息都是史大姐的 还有房产相送 小编从解说相亲节目到现在 这是见到的最豪气的男嘉宾 如此优厚的条件 小编也想踹楼老公 到傅大哥身边走一遭 只可惜年龄条件不合适 男人都喜欢年龄小的伴侣 要求年轻二十岁并不过分 关键是要两项情愿 你看傅大哥说起来 从淡定是那样的理所应当 别看他穿着陈旧的衣衫 没有光鲜的外表 但是傅大哥确实个 地地道道的富豪 我的资产 准确数目肯定我不能和大家说 因为这是个工厂 我可以财富自由 我居住可以自由 我旅行可以自由 我购物可以自由 有这个把握 找老伴啥的衣食无忧 那确保 对那确保 经济富足是傅大哥的底蕴所在 可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 自己的年龄 大了生活越来越不方便 凭了钱多用丰厚的物质条件 搞一搞物质刺激 能找个年轻的爱人相伴 岂不是再度幸运桃花孕 在需要的时候 他有精力 有体力照顾自己 那更是晚年难得的幸福 那我如果找个年轻 他身体肯定好 我等到可能八十岁的时候 我走路可能就要 攻着背 甚至竹拐杖了 这是旁边有一个身体 比较好的女人 他帮助你 准备得差多少啊 原来有钱人是正安排晚年生活的 趁着现在有条件有精力 找个年轻的女人 将来腿脚不利速了 还有人在身边照顾 生活的质量就有了保障 这还真是个未雨绸缪的好主意 那么傅大哥喜欢的女人 年轻二十岁可不是唯一的条件 第一身高 身高体重 身高多高体重多少 一米六 体重一百斤到一百一十几 那是越漂亮越好嘛 肯定能合到我的标准 别看傅大哥已经是七十三岁 可是审美标准一点也没退化 对于女人的个头身材都有具体的标准 即便是容貌不能用尺度来衡量 同样给出了一个无限大的动态标准 越漂亮越好 那么傅大哥的自信是从何而来呢 那你会不会担心女方可能大多数会觉得咱年龄稍微比她们大一点就五十多岁 当然我想了 其实我还比较自私 我先死了我幸福 那她没办法 我只能在经历上给她更大的富裕 不怕没人来相亲 就怕身边无金言 有钱能始末推轨 何惧老伴无真心 那么傅大哥能给予老伴什么样的经济保障呢 说实话在如此优厚的物质条件面前 小编都差点经受不住诱惑 每月四千元工资全给你 社保一保全给补上 外加存款六十万 最后还有房产做保障 这傅大哥还真够失诚的 你不怕遇到贪心人 东西一到手 把你伺候的快快快的走了 带着你的财富寻找下家 她在这边花着你的钱循环作乐 你在那边干瞪眼 你能给什么对方存六十万块钱 对 你这六十万块钱是走的和存的 人家在去以后得过有点时间 不能马上就给他不行 我可以写他的名 你每个月你得你接息一下 就赚钱到我钱 就是你的钱了 等我没了以后呢 这钱就是他的了 七十三岁大哥要找个年轻二十岁的老伴 承诺给他存款六十万 百年之后还会把房子一并相送 这么优厚的条件没个之余 傅大哥就不怕鸡飞蛋打闹个人财两空 你看傅大哥还是留了后手 对人的相信只是相对而言 在一起有了感情只是第一步 把老傅伺候的好好的是第二步 第三步是等他百年之后存款才能到手 咱不得不服气 傅大哥的福利三不许 环环相扣滴水不漏 傅大哥琢磨得很周到 退一万步来讲 万一碰到没良心的晚意 他不看人面看前面 也会用心的侍奉我 也不怕鸡飞蛋打两头吃亏 傅大哥这稳定军心之策 只是预防万一 他非常自信 只要感情精明的好 万年生活就是我好你也好 我如果没了以后 他照顾我也很好 我们俩感情也很好 我这屋子就给他卖 我并不是给谁画饼 既然我能站在这个镜头面前说话了 肯定这就不是瞎说的事 就是说我想找一个自己称心的爱人 你得有这种经济实力 你才能去做 所有的承诺都是以互信为基础 以经济实力为保障的 傅大哥有实力有信誉 红娘及他人所及 给傅大哥联系到了石大姐 这个情感缺失的不幸之人 我四岁父亲就不在了 八岁母亲去世 十六岁结婚 他是去河里头去炸鱼器 雷管接的那个锄电瓶 完了爆炸了 父母爱没得到 就是丈夫爱也没得到 为啥说我要找比我大十岁以上的 就心思成熟我 能拿我当婚事似的 石大姐的遭遇 造成了她前半生艰辛忙碌 现在找老伴是改变命运的一次机会 她的诉求和傅大哥十分的契合 红娘决定安排两人见面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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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 两人见面 双方都感觉不错 演员这一关毫无悬念地过了 接下来湘辛将面临的是什么呢 傅大哥有发烧级的音响设备 约试着这家的主人是个超级玩家 她非常希望将来的另一半能够懂她 在红娘的友谊引导下 八面玲珑的石大姐 很快发现了这里的与众不同 大姐 你看看大哥任务啊 发现有音响吧 发音响对 马上就说音响 并没有说是唱歌的 还是卡拉OK的 还是那个什么什么 他没说这个 就这一下 傅大哥仿佛是有创意的小学生 听到了老师的夸奖 不由对十大姐的印象 分支蹭蹭上窜 掩饰不住遇到知音的兴奋 展露在了苍老的脸庞上 打开音响设备 一曲委婉动静的歌声 从远处缓缓传了过来 这音乐挺优雅的 优雅的音乐 烘托了乡亲的气氛 傅大哥把十大姐 让到沙发主位 你看这派头 像是个被宠上天的公主 看到十大姐被音乐吸引 傅大哥打心里头高兴 终于找到了 能通过音乐 与自己共鸣的人 傅大哥很享受 这种叫好身份 同时也非常欣赏 十大姐的天赋 一个为生存忙碌半生的女人 对音乐的鉴赏 竟然和自己 这个超级发烧有合拍 要是在其他的方面 还能继续保持 和自己的默契 那就更好了 我所有的衣服几乎没有 趁衣没有一样新的女人 我这衣服二十年了 还可以 你不结婚吗 还可以 你看这外衣这都旧 真是一点好 73岁的傅大哥 要找年轻 二十岁的女人相伴 与前来相亲的十大姐 一见钟情 可是家境富足的傅大哥 竟然二十年 没添置新衣服 因为她对旧衣服 有着特殊情感 这个个人习惯 并不是所有人 都能够接受的 上次那位相亲的大姐 对于傅大哥 保留穿用旧衣服 十分的不解 没有生活的共同点 相亲失败 那位大姐失去了 一夜致富转折人生的机会 我那衣服那么多 全都是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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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到二十年 二十年都不买衣服了 我不接受 我不能接受 我感觉我跟大哥 就是观点 啥点都不一样 我就能知道 你不接受 咱俩在生活观念上 一点都不一样 生活观念不同 根本就不能生活在一起 相亲不成 也是必然的结果 相反现在的十大姐 不仅说傅大哥 穿旧衣服 是真实的表现 还表示理解 和尊重个人习惯 十大姐的态度 让傅大哥十分的高兴 从未音乐的共鸣 再到穿旧衣服的 尊重和认可 傅大哥对十大姐 已经是非常的满意了 在爱好和习惯上 达到了末期 就在大家都以为 相亲就要成功的时刻 十大姐羞羞答答 扭扭念念 说出了自己的不良嗜好 这让现场的所有人 不由得紧张了起来 我还有 我抽烟 抽多少 两天能抽一盒烟 但我烟是不重 像我不抽烟 你自动自小 你就会想 你说我不能抽了 或者少抽 或者不抽 慢慢慢慢 反正我抽烟 这个这块 可能记不掉 记不了你也没办法 真正你要能感觉 对人挺好 那你看你这得认可 这事儿呢 抽烟是个不良的时候 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抽烟 到老了能控制住就戒掉了 傅大哥也十分理解 十大姐 同时非常自信 能够在共同的生活中 十大姐会自主戒烟 他相信爱的力量 傅大哥不在意 十大姐抽烟的不良嗜好 十大姐悬着的一颗心 终于落了地 经过这段小插曲 丝毫没有干扰 相亲的节奏 接下来就要看二人 在心灵上 有没有火花蹦剑 激发更多的荷尔蒙分泌呢 为啥我找年龄上 我特别挑剔呢 就是我现在可以把你看成 是我的女儿 那我等我说到的时候 你必须把我看成是你的父亲 这个你认可这份量吗 认可 因为我是啥 从小学父母爱 没得到丈夫爱 我就想要这个 还有父爱这种 还像有丈夫爱人 我能百句说 这是老头跟前 我能啥起交的 我就是这种感觉 一个想找个女人 来当女儿宠着 一个想找个男人 像父亲一样的爱着 两相情愿相互 慰藉何乐而不为难 傅大哥是个被爱 愿意真心付出的人 对于新衣的石大姐 更是毫不吝啬 自己的老伴 自己养天经利益 我不需要你有什么工资 也不需要你这双保 那儿保的 我的这个工资收入 完全可以给你 就是我给你 存入一个60万块钱的存款 它有一个定期利息 利息归你 等我没了 我要先没了 那个钱就是你的 我这房子就这么明确 我是一贯的官僚 傅大哥一直以来的态度 就是被相中的老伴 将享受 全额工资 4000元的支配权 60万存款的所有权 最后还有住房 相当的优厚待遇 石大姐用真心的陪伴 得到适当的经济利益 双方都是有钱难买的愿意 老铁您看两人 照合影笑的多开心 老铁们这是咋回事呢 相亲姐们什么时候变得这样无耻了 男嘉宾见面就拉拉扯扯 女嘉宾还乐了呵呵满脸的幸福感 即便是你没见钟情 也不能见面就下手啊 你们的好日子还在后面呢 你急什么呀急 诺大的年纪了 注意点文明的网络环境 别把我账号整线留了 在现场的红娘也有些吃惊 马大哥你拉着女嘉宾的手 就是真有意思了 看来这两人的关系有点黏 看得大家有点烦 最近比较烦 比较烦 比较烦 这么凶巧 我是他女的 这么凶巧 太凶巧 确实是凶巧啊 我俩天国边 你俩之前相过亲吗 是这意思吗 我俩相过 他不喜欢我 就拉倒了 是吗 哎呦 这也太小了吧 哎呦 到底咋是 这么凶巧 他也这么凶巧 太凶巧 确实是凶巧啊 真凶巧 两人轻车熟入 驾轻就熟的样子 哪是曾经相过亲那样的简单 镜头前配合的如鱼的水 只不定曾经有过深入的发展 那怎么还有不喜欢之说呢 看马大哥的样子 哪有一点的不喜欢 应该是喜欢的不得了 你看他老脸上 堆起的一层层双眼皮可不是假的 但是也不难看出两人的表情中 有那么点明显尴尬和不自然 预示着两人之间肯定有故事 你俩相过亲 嗯 哎呀妈呀 你这多巧啊 啥缘分的 对呀 冤家陆斩 原来真是两人相过亲 先不说喜欢不喜欢 用李大姐的说法就是冤家陆斩 那就是说两人不仅是相了亲 还成了一对喜欢冤家 这让红娘明白了李大姐 在门外那副扭扭捏捏的做派 确实事出有因 那刚才 那个一上来的时候 你老爸我身后吗 你是 来过这儿还是怎么的 还是犹豫感是他 还是咋的呀 犹豫呗 我就感觉 哎呦我天哪 我来过这地上 重走乡亲路 老门户新开放 并非心逃换旧服 怪不得李大姐 犹豫躲躲藏藏的 没啥不好意思的 你看马大哥多敞亮 见面就又拉又拽的 那是相当的自然 顺理成章 两人都已经是十一分的了解了 直接不入主题就行了 怎么认识就不用聊了 马大哥这是啥意思呢 是直接送客 还是直接留下 也别怪马大哥说话 没头没尾 他只顾着高兴 不知道说啥好 在红娘甜甜的话 没当根话虫 看来等马大哥 把话说清楚 是有点困难了 还是看看李大姐 是咋说的 他不喜欢我 不是不喜欢 喜欢是喜欢 一个说他不喜欢 一个说喜欢是喜欢 那到底是喜欢 还是不喜欢呢 是两人相处之时 李大姐有什么私密败落 还是李大姐身底下 有什么与众不同 咱看看马大哥是咋说的 就是啥呢 他那个 他跟我讲 他哪个腿 有点上楼 有点困难 我腿就是 那咱挫我 挫一下子 但是啥也不影响 李大姐有条腿 有挫伤不得进 啥也不影响 就是上楼费劲 这怎么是不影响呢 难道说是上帝 给你关上了一扇门 顺便给你开了一扇窗 一条腿 挫伤上楼 不得进 给你生出了一双翅膀嘛 那就真的不影响了 否则马大哥也不会犹犹豫 难舍难分 明明是喜欢可又容不下一条 被挫伤的腿 大哥就是对这个 他太信心了 另外一半的身体健康方面吧 大哥挺在意的 他过去那老爸身体就不好 他照顾23年 这辈子最好的时光 全自后病人了 所以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警生 红娘说的对啊 已经经历过一次了 如果下半生再被病息所累 重蹈覆诊 那还受得了 再婚相亲的未来 老伴是否健康 成了马大哥 则有条件的第一位 第一条 要那个身体健康 第二条 要有点素质 第三年龄 也超过六十几岁 长相就是一般话 能说得过去就可以 马大哥的条件 恰巧有一位闲置的 李大姐合适 红娘就带着他 来到了马大哥的家门前 这不就是典型的送货上门吗 马大哥快开门 你的鲜活快递 搭载辽宁卫视来了 大哥 来了 太羞你了 啥意思啊 怎么见过面子了 走 走 请客 请住 马大哥把门开开 一瞅 一瞅外面没人 正在疑惑呢 李大姐敲眉声的 从门后闪出 马大哥定睛 看清来人 当然是惊喜万分 因为上门的 相亲对象是老情人 李大姐看到 这三多次 为他打开的门 熟悉又陌生 尴尬又惊喜 这就是故事 开头的那一幕 两人相过亲 相互都喜欢 只是马大哥 嫌弃李大姐 有条腿 不得及和他断了 来往 可以猜想到 李大姐那时 糟糕的心情 红娘说的不错 一个伤了另一个的心 就此别过永不来往 也就一拍两伞 再无瓜葛 可是现代科技文明的进步 使两人若即若离 都在悄悄的 关注的另一方 你看马大哥 在巴拉巴拉的说着 李大姐却把脑的 歪向另一方 一副不耐烦的神情 李大姐还在为马大哥 不回微信而生气 有的微信呢 他没跟我说啥 这不又相信了 争骑马找马 那你不也相信了 那你不也相信了 我相信了 我当然是你 又我了 不是我找你 你后悔了 那后来我不又找你了 找我你也没说明白 两人一番对话 也不知道说的是啥意思 李大姐说的 骑着马找马 这个意思 小编是明白了 老马你既然和我联系着 就是有我这匹马 然后再来相亲 找另一匹马 这样也不匹配啊 谁能受得了呢 其他的就是一套 你找我 我没找你 你后悔 我不后悔 你明白 我没明白呢 反正小编是不明白 幸好马大哥非常珍惜 重新寻回的爱 有点缘分 这又碰到了 长城这么大 你抱的人多了 所以我心里也在 你就是想这么巧 这个缘分 可能是没劲 两次了挺好的 咱们挺缘 看来李大姐也挺开明的 本想这没开二度的相亲 能有个好的结果 谁曾想后来 马大哥的一几话 把相亲的温度降到了冰点 天天我跟你讲 我说我会跳交集舞 他坚决不行 都这么大年龄了 找班找班 互相陪的溜的溜的溜的 你上外跳舞去 我给家大爷子干啥呀 你搂别老太太 我还说这话 这次是马大哥嘴见话多 自己砸了自家的锅 跳舞就跳舞呗 还非要理直气壮 装有能耐的显摆 这正是李大姐不吃的一套 已经不是嫌弃不嫌弃 腿脚不好的事了 上纲上线成了 不能容忍抱着别的老太太 既然是要在一起过日子 那肯定是不行的 马大哥你自作自受 我俩真正说是作为夫妻 不可能 那就回去吧 不吃那块了 不用了 谢谢 吃不吃 你的心情我 谢谢 谢谢 这点我太急 李大姐已经呆不下去了 马大哥还在抱有希望挽留他吃饭 可是他果断的起身离去 就在电梯门关闭的瞬间 李大姐留下了一个令马大哥 回味无穷的希望 老铁您看吧 咱多少次说过 老年人相亲千万别谈钱 一谈钱肯定崩 今天的段大姐又一次挑战男人的忍耐力 要把控李大哥的工资 第一次见面也好意思说出口 你是做生意还是相亲找对象 像当初你提出的择偶条件 可没有这条 我就想找一个 他对我就是说他俩人以后 就是不能说动不动打人 真的主要说他动不动打人 我肯定是不能跟他过日子 就是找一个那啥 吃热的一个人 段大姐首先是不要家暴的 再就是直痛直热 也没说要把控对方工资呀 红娘也是根据这个条件给你选拔的李大哥 在约定的相亲日期 你打扮的人五人六的 满怀希望的来到了李大哥家里 相亲的对象来到了家里 李大哥热情的伸手 段大姐一闪伸 把手迅速缩回 你怕背时摇咋地 不过手也无所谓 用不着一惊一乍的 把李大哥想握手的冲动 硬生生的逼了回去 段大姐接下来的话 更是让人不解 怎么还有上一次这一次的 原来啊 这两人之前相过一次心 只是地点在段大姐的家里 你好请进 请进请进 还行一人还行 还行那一百分那也打多 能打八十分吧 反正我这人就比较单纯 说真话 别看这么大岁数了 但是也希望自己有一个美好的生活 两人见面 段大姐对李大哥印象还不错 背诵了一段不是课文的课文 也不知道是哪一位老师教的 自始至终保持着良好的战姿 如果加上一条红领巾 就更像是少先队员了 这么纯洁天真的段大姐 在李大哥的眼里是什么情况呢 不那么立成不了 李大哥看到段大姐的家里 杂浪无章的物品 无不彰显着三个字脏乱差 把一个懒老婆的形象 勾勒得无比分明 其实段大姐很有自知之明 原来段大姐为了打发时间 再收拾过期的衣物 再到市场出售 没想到李大哥对这个举动 十分的反感 本来收拾过期破旧的东西 卖点零花钱无可厚非 可是在李大哥的演练 反而成了缺点 他对段大姐已经没了兴趣 直接拒绝显然是不好 只好以性格不合为 又拒绝段大姐 李大哥的晚言相聚 让段大姐十分的不舒服 比小看段大姐读书少 这些年来的打拼也不是白活蛋 哪能不知道李大哥的心思 不好当面戳穿 地球人都知道见面 就感觉性格不合 纯粹是胡周扯咧 信口思黄 段大姐直到找对象 也是个功夫活 事关一下半生的幸福 不能操之过急 所谓的性格不合 只是缘分未到 那么等待她的缘分 会在什么时间出现呢 老铁您看对不对呀 果真没过多长时间 原来掩埋巷上形势飘飘的李大哥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量比较 想起了当初被他嫌弃的段大姐 她的可取之处依然闪闪发光 厚着脸皮找红娘小菊在牵红绳 李大哥想吃回头草 红娘倒也不好与之计较 谁叫咱干的就是这项工作呢 既然李大哥想接触接触再去前缘 牵线大桥对红娘来说 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 但是李大哥原先没看中段大姐 那么现在又反回头来 肯定是有原因的 原来李大哥是认准了段大姐没有负担 单身一人关系简单好处 说穿了就是将来省事省钱 这对于老年人相信来说 还真是一个优越条件 李大哥你可不要一厢情愿 你可知道此时段大姐 她会任你招之急来 挥之急去吗 红娘小菊赶紧和段大姐联系一探虚实 你可别说咱们段大姐 确实不是小肚鸡肠的人 也许当出现了李大哥的活体刻骨铭心 还是一见钟情念念不忘 一点也不在乎当初遭到的贬低 非常痛快的答应下来 可是第二次相亲见面 李大哥扭脖子吃草的尴尬场面 怎样去化解呢 果然没出所料 段大姐进门就不温不火 甩手给李大哥创造了一个尴尬 你想和我握手 还不和你握呢 脸上实在笑 心里面受到的伤害尚未愈合 当初不顾一切的拒绝 现在又看中了她 红娘也认为这是非说清楚不可 李大哥还是个打麻虎眼的高手 几句堂色的话 再加上一句恭维和赞美 就换来了段大姐的原谅 李大哥察言观色 感到时机已经成熟 赶紧现音琴把段大姐让到李屋 侍奉女士脱衣服 好话奉承 大献阴前 两招下来段大姐已经冰湿前嫌 上一次的不快已经烟消云散 感觉不一样心情就不一样 李大哥笑呵呵的介绍房屋情况 段大姐有花碧莹 两人有说有笑的就像是一家人了 段大姐赶到了李大哥的成业 也就算过得去 还算打七十分了 你就是对大哥就是整体的感觉和印象上 有没有啥变化 我感觉比上次强点 啊 就这个印象分比之前好了 嗯 段大姐的感觉是正确的 上次李大哥先入为主 把他定位是个卖破烂的 现在主动来找人家 那就是卖破烂的他都不嫌弃了 表情心情都不一样 其他人的感觉当然就不一样啊 可是段大姐的打分标准 好像是出现了问题 怎么好感增加了 得分反而是低了呢 这是上一次段大姐给李大哥打八十分的情景 这一次印象好了 可怜的李大哥却只得了七十分 幸好这个分数没有含金亮 要不李大哥可就吃大规了 接下来段大姐饶有兴致的参观了李大哥的房间 第一次来大哥家庭是怎样的 他作为一个男士 说家整的真样已经不错了 就是在问问他控制卡的事 所以日后我希望跟他俩一起过日子 他把控制卡给我 段大姐这次被李大哥重新唤醒了欲望 你既然认准了我 那我就不客气了 你就缴歇投降 把工资卡交出来吧 结合了一起去吧 我希望我来掌管你的工资卡 因为咱俩到一起了 是不是 你说我作为你以后的媳妇 你说我连你的工资 那不是一家不两家 那我跟你过的还有啥 终于到了相亲的关键环节 以往老年人相亲谈到钱就要崩 一个说对方是捞钱来了 另一个就说不给钱不如当保姆 各说各的礼 现在段大姐要把控李大哥的工资 李大哥会束手就勤吗 你不用管工资卡 你的工资人家已经留下了 所以万一有个病灶或者天天病业的 你可以支配 我就给钱高那块 咱俩花 李大哥的态度明显是不想交权 你的工资自你留着 我的工资作为两人的生活用度 放在这里两人一起花 这个主意无可厚非 多数情况下是合情合理 你的工资就搁那会儿就咱俩花 对 不是说是交给你 叫你控制我 不是控制你 就是说 那事的话吧 我就 那就让儿女笑话了 我这一辈子也没有那个习惯 我听明白了 你看行不行这样事的 李大哥勾勒的经济管理蓝图 还是自己的钱自己管 她非常不喜欢自己的钱 被别人管着受到控制 一是不习惯 二是没面子 这种情况段大姐能接受吗 这种规划对我来说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她要是这样 就是说的工资 她来支配 完了剩她留了 我还想回去考虑一下 段大姐听明白了 她还是不想把经济大权交出来 还是对我不相信 所有的焦点其实不是水管钱 而是两人生活之后的剩余 经济学上讲剩余价值 在婚生活上讲剩余工资 这一点很重要 直接关系到相亲是否能成 段大姐要重新考虑 李大哥又死抓不放 我剩这钱我能不放这身吗 我也是六十多岁人的 你的钱已经有保端了 都已经入库了 我这是一点不够哈的话 万一真要有那天走了的话 我不是傻眼吗 再婚家庭 特别是老年人的再婚家庭 在经济问题上出现纠纷 都是相互不信任引起的 李大哥的顾虑并非空学来风 现实中有多少老头来的新老伴 没有得到幸福 反而丢了钱财 最后落得个鸡飞蛋打人才两空 也有的老太太在婚 侍奉老头几年十几年 老头走了老太太流落街头 双方都有后顾之忧 红娘一看两人就要崩了 赶紧把段大姐叫到一边内心劝说 经济问题 如果只要你相中人了 最终可以七次 大哥还没提出来 你工资也得拿出来 跟我一块划你 目光放长院 如果你连眼前这个人 你都不喜欢 你如果连跟他处子不想说 那谈的也没有必要的 你觉得我说话再得 再得接触一下的吧 咱不得不佩服红娘的 那条三寸不烂之舍 往坏处说 能搅动风云变幻 无中生有 能煽风点火 破坏无数家庭 往好处说 能颠倒黑白说的坏事变好 能哭口婆心圈的回心转意 短短时间就把段大姐说的 心夫口服 同意与李大哥处处接触一下 李大哥看到大姐做出了让步 也不好意思坐享其成 表态交出管理权只是时间问题 随着婚后美满生活积累感情 到了一定的份上 不分你我了 水管部都是一样吗 段大姐非常赞同 这个钱包跟着感情走的计划 看来还是感情到位一切OK 到此为止 工资争夺战没有硝烟的结束了 李大哥准备了丰盛的饭菜 相约段大姐一起下厨人挤人间烟火 增点菜 咱俩露一首 我不咋会做菜 住手呗 你住手 我住手呗呢 你不会我就得来吧 大哥现在你都轮着当主手 我记得之前我采访你的时候 不会做饭 就吃水饺了 就吃水饺了 就激动了 啥饭了 李大哥新媳妇即将上床 激动的啥都会了 挽起袖子下厨烧菜 这个原来只会吃冷冻水饺的厨忙 即将得到爱的胃啊 激情荡漾之下当起了主厨 大哥这手一行啊 虽然这黄瓜 对粗点 四字大的 比我做了 来吃吧 我给这点酒会干真好得了 高兴了来点 好兴来点 来吧 今天同事到咱家了哈 虽然李大哥的厨业不咋利 但是也没用多长时间 一桌荤素搭配的饭菜就上桌了 段大姐尝了一口 称赞比自己做的好吃 李大哥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 高兴的敬了自己一杯 提前喝喜酒敬贺了 老铁您在高兴之余 认为他们两个有信吗 这位备于大爷称这位奔钱来的王阿姨 一落座就迫不及待的提出要零花钱 还是应该那句老掉牙的俗话 老年人相亲就谈钱 谈钱就翻脸 这婚戒机构工作不到位 应该把条件相互通报一下 免得出现见面谈钱就崩的局面 闹得火星乱寸 急坏了屏幕前的众生119 可是王阿姨和以往的阿姨一样 像红娘提出的择偶条件 同样是要求人好 别无所求 对于钱的是只字未提 我就找他对我 实意实意的好 我也对他好 都量好嘎腰 王阿姨在提出了几项人指标之后 后面特意加了一条 别给我气瘦 看来咱们这位王阿姨 一定是在曾经的婚姻生活中受过委屈 那也不对啊 你看他说起原来的婚姻生活 怎么还满面笑容 公主领贼老头 他考虑我一年 他给我工资本 是另外打工的钱 都给我 这第二个老伴对你好 那也非常好 晚年我俩 夜日被我 往我姐妹就走开了 他慢慢给你干 我们俩过九年半 从来没打过 听得出来王阿姨所说的 是他的第二任丈夫 与之在一起度过的九年时光 对于王阿姨来说 是充满阳光的九年 到现在和红娘说起来 梅雨间还有一丝丝的幸福透出 你说他俩竟然挨得很深 这也没受什么委屈啊 九年半没挨打 就已经十分满足了 那么他是在哪一段婚姻 受过家暴呢 这下总算是弄明白了 王阿姨在第一段婚姻 被老公家的光荣传统所类 挨打受骂遭受家暴 这样的婚姻生活他能挺到结束 也不是一般人能够销售的 难怪一辈子不想他 原来是不想继续挨揍 王阿姨第一段婚姻受过气 第二段婚姻受过宠 只可惜好人无偿受祸还没签年 这两个打你宠你的男人都离开了 天堂地狱的归宿谁也管不了 当下能管的就是跟随红娘来相亲 你看于大爷已经在村头等你了 村口匆匆见面 两人还真的对了眼 演员不错 双方都有好感 可是王阿姨老大不晓得了 见状有力粗糙肿胀的手上 涂抹了红红的指甲哦 年龄和时尚的不匹配 让于大爷非常的不喜欢 接受不了 王阿姨知晓后着了慌 室内一落作 就急切切地向于大爷解释 王阿姨你很有自知之明 你给人冷不定的印象 确实有问题呀 一个女人还有比被误以为是不正经 更糟糕的吗 有了这个印象 谁有时间和精力去慢慢体会 你不正经下面的正经 五十多年的修炼白费了功夫 幸好现在于大爷相信你的解释 不仅没有继续探讨指甲油的问题 还诚诚地询了王阿姨的要求 我这个没啥要求 于大爷怎么样 你一说有啥要求 王阿姨就开始不客气了 不把工资卡交给我 你每月给一千元零花 这些钱和生活无关 只是零嘴零要花衣服 此时于大爷听了不紧不慢地说道 两位老人正常情况下 每月的生活必须根本用不了三千多元 本着有多多花 有少少花的原则 小日子肯定不错 可是于大爷的未来规划 没有打动王阿姨 因为他有了自己的打算 要在一起 有两个选择 一是登记成为合法夫妻 那就是从今往后 于大爷承担王阿姨 适合拉撒生活的全部 那么第二个选择是什么呢 第二个选择不登记 每月给两千元零花 王阿姨有病自己看 穿衣自己买 其他的基本生活用途 于大爷必须保障 王阿姨提出这样的条件 于大爷答应了吗 王阿姨提出的两个选项 以是否登记为分水岭 登记成了合法夫妻 一百来斤都是于大爷的 你啥都得管 不登记不是合法夫妻 你每月给予两千元 大伙过日子只管王阿姨一张嘴 可是大家万万没想到 于大爷户口本上面的婚姻状况是未婚 一辈子没和于大爷结婚的老伴 照样当家 照样生儿育女 照样安安一生 可是二婚就不同了 王阿姨的顾虑是可以理解的 要再一起过 必须登记成为合法夫妻 这王阿姨表面上看起来 说话有个有句低水不漏 细想一下 从进屋到现在说的话 相互矛盾前面说 后面否开始要每月一千元零化 可是转眼涨价成了两千元 还是个两选一的选择题 现在钱不要了就要登记 转了一个滚圆的圆圈 成了必选题 这一下法律意义上的 未婚老青年于大爷能接受吗 王阿姨的一番操作 把于大爷整不回了 关键时刻重大问题 需要和孩子商量无可厚非 那么于大爷唯一在场女儿的态度 似乎起了举足轻重的意义 这位孝心大喜的女儿 以母亲和父亲没登记为由 不接受于大爷和王阿姨领证结婚 未解除王阿姨的后顾之忧 许诺只要两位老人好 没有和老爸结婚的王阿姨 他们照样照顾 大饼谁都会画 能不能冲击就是另外一位事了 很难想象这个女儿没有别的想法 我其实心里有点抵触 因为啥呢 这片天地是我母亲打下来的 因为我母亲跟我妈跟我爸爸 这一辈子都没登记 然后你说那个 我爸那个户口上出现了他的名字 肯定将来会涉及一些财产纠纷 那是肯定的 说来说去 是否登记不是重点 不舒服也好 不接受也罢 哪怕就是抵触 最终的落脚点还是财产 在孩子看来不登记 就是减损止损最有效的方法 可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王阿姨 能同意不登记搭伙过日子吗 王阿姨要个合法夫妻的名分 并非多余 现实生活中的例子 又何止王阿姨说的这个 更何况即便是有了名分 同样不能消除被赶出家门的危机 他自己在第二任老伴走后 遭到对方孩子驱赶时的情景 还历历在目 如果没有和第二任老伴登记 那么等待王阿姨的是什么呢 除了干瞪眼别无他法 有了合法夫妻的保障 王阿姨才打赢了官司 要回了七万元 王阿姨的这段经历 更坚定了他要登记成为合法夫妻的信念 不登记绝对不行 因为你都瞅多少个月了 咱不是姐 我不想躲说他家什么财产 这个名分是正对的 对不登记没有安全 不登记就没有安全感 这是王阿姨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 余大姐没有回血的余地 于是采取避重就轻的策略 话锋一转开始说零花钱的事 搁置正义 求大同存小义 这两条是处置矛盾的妙招 余大也不愧为是民间高手 想起其来多少年的经验 依然是重要的技术支撑 你跟我要钱你的钱我从来不问 只要是感情好登记有啥了不起 登记就登记那也不是现在就能去的 两人都想有段时间的磨合 磨合就是求同存异 向共性发展的过程 能去除的去除能包容的保留 同时也能检验两人是否合适 一个想看看对方是否真心 另一个就想找个诚心如意的老伴 祝福这两位老人在相处的一年里 收获夕阳之下那份满满的爱 这位厨长笑珠颜开 转眼就变成了比葛大爷还到位的沙发摊 吊二郎当的做派 无不招式着傲慢 信口开河的言语 尽情表述着粗俗 要不是现场的台标占据着主位 谁会想到这正在进行的是相亲 嘉宾王大哥一点也没有 相信男主的自觉 所说的话都是在贬低自己自毁形象 这哪里是相亲 完全是反抗父母包办 争取婚姻自由的抗争 是电视台相亲栏目组拉郎配 惹怒了王大哥 还是邀请来的女嘉宾 不符合她的择偶标准呢 想找一个差不多就行 能理解善解人意的 能过得去就行 再有演员就可以 有演员就可以啊 完了经济条件没啥 大家负担经济条件的啊 老铁们明白了吧 王大哥对未来的那位 主要还是演员必须过关 表面上轻描淡写的说 有演员就可以 连着重复了两遍 俗话说重要的问题说两遍 相信大家看得出来 王大哥的重复 不是剪辑制造出来的 完全是心里咋想就咋说 这也难怪王大哥矫情 踏着一米八零的个头 用相貌堂堂这个成语来描述 并非言过其实 这副身板也值得有这份自信 可是你相信的表现 着实让人失望 看不中不要紧明说就行 掩着盖着绕着圈圈 说风凉话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不同意不能说板 贬低啥样啊 咱们得抬运一点 是不是啊 咱不同意归不同意的事 是不是啊 别人因为 形成素质也太差了 咱还不明白了 你这种表现就是高素质吗 但是反过来想想 不满意对方不如贬低自己 这样给对方留足了面子 自己的情况是高还是低 那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 你别说王大哥的情商不敌啊 怪不得老是想找个有演员的 所谓的有演员 说穿了就是想找长漂亮的 这个要求对于红娘来说不难 你看下面这位或许能够 王大哥的发言 阿姨嫂 我是三偶的 我老公已经没十年了 孩子挺关心 我现在特别支持我长 身高一米七三以上 一般这个年龄呢 进度生活都稳定了 长样的时候一般就可以了 那俩人能谈得来的也就可以了 三偶十多年的王大姐 得到了孩子的支持 现在想找一个生活稳定 除了身高有具体要求之外 长相性格差不多的老伴 这些要求对于身高 一米八零的王大哥来说 都不是问题 这红娘的工作效率就是高 转眼间已经带领王大姐 来到王大哥的小区 我们到咱楼下了 是在幼儿园这边 在幼儿园等着我就行 啊行 好嘞好嘞 王叔叔 王阿姨 来握个手 叔叔住几楼 五楼 王大哥接到红娘的通知 迫不及待的跑到楼下来迎接 王哥王妹握手见面 你可别说这次红娘真是用了心 打眼一看走在路上的这一队 还真是郎才女貌 蚕狼虎豹 走着闹着就到了王大哥的家了 不用话了 不用话了 这是客厅自己吃饭做 完了卫生间在后头 这卫生间小点就行 把这块厨房做饭 这小子都过时 这不是听话 这不是看着这不忘了 这边还有不睡不觉 都过时 王大哥接了漂亮妹妹 唐佛忘记了葛优躺的雄子 殷勤亲切的向王大姐 介绍家里的情况 转了一圈熟悉了环境 同时两人也转着圈的 相互打量了一番 双方的第一印象还得不错 个头也行 长得也行 这也还行 能过不完 整体来讲 看着挺好的 挺好的 你个啥的都挺 符合我的要求 挺好的 王大哥的强壮王大姐的娇媚 男环女爱就有了演员基础 聊天的激情和没有演员的截然相反 王大哥威尽正做人模狗样 一本正经开始介绍自己的情况 介绍情况无非就是家庭情况 工作情况和经济收入 王大哥虽不是富翁富豪 但是通过几十年的勤奋努力 富足的基本生活是有保障的 那句话是怎么说来的 温饱就死那个啥 自己有想法 眼前有家人 现成的干柴能不能燃起点火苗呢 王大姐也很上道 没等王大哥问 就介绍起了自己的情况 我是上午的 十年了 头几年自己做生意在服装店 没找的是 孩子怕把我这份爱 再不给他 不管他了 所以他一直也没让我找 我也没找 现在特别同意我找 王大姐的女儿年幼丧妇 对待母亲的依恋更深 考虑孩子的感受 王大姐一直没找 现在孩子上大学懂的是多了 王大姐才有闲心有精力 再找个老伴 那么她对未来的难未 有什么样的憧憬呢 老铁你注意没有 整个十几秒的这段视频 中间主要部分已经到底 没有闲邪没有简洁 台词熟练一气呵成 看来咱们这位王大姐 这段早就准备好的台词 运用的十分熟练 一定是最近没少使用 看来最近相亲比较频繁 熟中生巧 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不好意思扯远了 不管怎么说 王大姐的择偶条件 非常的欺民 接地气门栏迪 这些一点营养 也没样的条件 反而引起了王大哥的兴趣 没有具体的标准 都是意识形态的形容词 没有度量横的指标 这让王大哥 没了显现优势的机会 凭着这副皮囊的身高 这长相 风流借躺不敢说 相貌堂堂不多让 如果有具体数字表述 王大哥有自信 是个合格的如意郎君 因此他把有优势的身高 拿出来说是 说来也怪 唯独对于身高 王大姐还真有具体标准 话到投机自然顺 人到乐视自然爽 一番交流下来 两人的唠嗑也进入了和谐阶段 高兴的情绪是可以传染的 你看王大姐被王大哥的笑声感染 洒脱无形的开怀大笑 六腰清白花枝乱颤 最终王大姐在王大哥的启发引导之下 再次补充择偶标准 我主要是看演员 俩人在一起能谈得来 相互尊重 相互理解 相互包容 这是最大的了 什么条件 已经一般这个年龄 已经都稳定了 对 是不是 这次王大姐终于把演员放到了第一位 后面的意识形态就是重复 背的滚瓜烂鼠 核心内容还是陈志曼烂骨子的三个相互 相互尊重 相互理解 相互包容 其实老年人在婚 不仅牵扯到几个家庭的方方面面 还受着经济条件年龄 条件身体条件的制约 哪能是一个男子说的清楚 现在啥不好选择 女的挑男的 有车有房 工资得高 得八千到一万的 长相得一米八的 身材得好的 我说人家 找你五六十岁干啥呀 你找你吗 一年真的稳定点了 找个家是必须得稳定一些 王大哥说了半天 小编终于听明白了 他这是在打击汪大姐的自信心 对于条件比我好的那些成功人士而已 愿意磅大款的年轻女人比比皆是 哪里会轮到这些半老徐娘 可是到了这个年龄想再婚 凭现有的条件不容懈怠 更不能草率行事 王大哥不由想起了 自己那场刻骨铭心的网恋 各位新闻挺好的 咋咋聊 可人家里来聊的呀 那老师兄弟好听 一见面 各位你五十万 谁大胖 还有罗泉水 你说咋俩吗 这谁见面 小脸帅呆的 头影 他最爱的 那你咋俩呢 切身的经历 从希望到失望 从甜美到酸涩 王大哥会声会色的讲述 把王大姐斗的前仰后和柳腰乱颤 兴许是也有过网恋经历 或者是同情和可怜 王大姐发出了很专业的疑问 你俩没视频聊过天 买你我就不放个门视频 你才是 那就聊没 现在不大 聊过去了 把真大经历 我没想着聊 你有能够给我看过 你一次不叫 我演你好的吗 那别用了天 这真有意思 憨事中后的王大哥 被网友耍得团团转 几度痴迷几度婚 王大姐被他的遭遇经验倒了 笑得前仰后 后合 柳腰乱 乱颤 小编真的没词了 王大姐嘴上说真有意思 心里是咋想的谁也不清楚 从表面上看 王大姐已被王大哥征服了 是那么回事吗 挺好的 人也挺直爽的 挺开朗的 挺幽默的 挺好的 嘴上说的是挺好 脸上的表情却是麻木僵样 笑得生样 看来王大哥今天还是个备胎 既然没缘分 那就各忙各的吧 最起码现在我俩见面 我这说心 最起码有个演员 都脚子 哎呀 各方面都行 各头啊 长性啊 都挺合适的 现在都差在啥 差在条件上了 他不用说也在我心里 他也是差在条件上 要是不同意 这事之上没有缘 王大哥充满凄凉的一番话 到处的对这次相信的无奈 王大哥 白白给王大姐 当了半天的开心果 也没有换的他的青睐 现在的他不知道 又在何处背诵课本呢 我就有一个条件 反正是找农村 我一般都得给拿三万块钱 怪不得前几天有位老铁还留言询问 小编姐说的老年人相亲 怎么都是老太太向老头要钱呢 看来这是果真不假 你看今天的大姐又是个财迷 其实老年人相亲节目 不仅给孤单的老年人签了红线 还给感兴趣的朋友带来欢愉 相亲的是两个人 娱乐的可是大家 今天相亲的刘大姐 没提出把控工资 更没有要每月多少钱 这次呀 变花样了 要彩礼 说起彩礼自古有之 其意义主要在于 报答女方父母养育之恩 那现在笨六笨七的老太太们 要彩礼报答养育之恩 已是皮质不存 纯粹是为了自己过过前也 你看刘大姐要三万元彩礼 男嘉宾杨大哥是什么态度呢 听到刘大姐要彩礼 杨大哥没有正面回答 反而讲了一大篇的理论 道理谁都懂 轮到自己的头上 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论习俗老太太 改嫁要彩礼 也不是触犯法律的事情 关键在于协商 再说还要看南方的经济实力 只要双方愿意是就成了 那么杨大哥这态度是 家里穷没钱吗 杨大哥一开口吓我一跳 就一个破屋还想找媳妇 可后来再听下去 那可不得了 在不久的将来 杨大哥就是百万富翁了 你看他的自信 肯定是已经有了拆钱的规划 这样一来为他找老伴的加分项 增加了砝码 所以说相亲肯定还是有必要的条件 兴许是单身时间长的渴望脱单 杨大哥的择偶标准很简单 说来说去就是温柔体贴性格好 能做饭做伴就行 这样简单的条件 红娘手里的资源是一大把 随便拿出一位也够杨大哥销售的了 你看从公主领过来的刘大姐 就是其中的一个 远处的杨大哥一步三遥 悠然自得的挪不过来 被刘大姐瞧了个仔细 这怎么是个慢性子 一副火上房不着忙的派头 不由对杨大哥有了想法 好像是失去了兴趣 同样是农村出身的刘大姐 对大院小院都是熟悉的 不能再熟悉 说实话不就是东西 跨屋前后院那一套吗 也确实没什么新鲜玩意识的一看 杨大哥见刘大姐 对转一圈看看没啥兴趣 开门见山的开始介绍情况 哥大两岁 妹小两岁 年龄相当 杨大哥觉得这年龄是没得说 着急忙慌的开始自我吹捧 进行包装 从里到外 从体能到心胸 再到个人修养 一套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师的自我介绍 幸亏吹牛和个人形象的过分 包装不交税 否则杨大哥会为国家的税收事业 再次的做出贡献 这仅仅是开始 下面杨大哥也开始了画大饼比赛 就是呀 这里不需要你人干活 赤川不愁有钱花 高兴就出去旅游 怎么样农村大哥照样有潇洒人生 干活和旅游一样 都需要有个好的身体 杨大哥自信身体棒过小伙的 有好的身体啥都会有 多好的未来生活画卷哪 我体格好 没啥毛 你说干啥 我跟年轻一样 严实啥 钱财的都其次问题 你能看体格好 就咱俩的事 不分手 啥分手那事 一直没支声的刘大姐听不下去了 农村不就是那点事吗 我看看你出五了六的是不是在吹牛 我送多些地 一上衣服走地 也打个啥玩来一样 保密 你养个啥玩 也养个啥玩 去年还要鸡 加黄皮给货 我都不得压呀 去年还五六十年 都给货 黄皮子把你家的鸡货货了 你还敢说 东北红黄白柳灰五大仙家 黄大仙看好你家的鸡是你的福分 几十只鸡算得了什么 就算是你孝敬黄大仙了 你看刘大姐 知道你和黄大仙有缘 本来对你看法不好 这下也好了 不行 那咱也不用 也得看看自己 咱不能就挑眼睛 挺好 挺普通的 咱们就不出什么 他一个根本 跟咱过后半生 我也就得找这样的 老实八角能干活 兴许是黄大仙显灵了 这两人彼此都感觉很好 刘大姐说挺好 我找的就是这样的 杨大哥说还行 有他才能过后半生 难道说这就是看得演了的几楼 你看刘大姐唱霸威下场 杨大哥粉末又上来 我就相中你了 我就跟自己哄哒哒了 过白走到老 可没 价格可没有了 就时间跟你了 就是这么了 过后半生了 杨大哥还真是地地道道的东北汉子 说话一句一个哼 干脆利索我就相中你了 这态度真是明了无比 刘大姐一听 你老杨 禁闺序这都咬得挺扎实 我也该提提省看她情况了 我就有一个条件 反正发生是找农村 玩一般都得给拿三万块钱彩礼 那我就要三万 拿过你给我两万 你这能给吗 在大家的翘首以判之下 刘大姐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 开始要钱了 与以往不同的是 没有月份钱 没有工资卡 这次要的是彩礼 其实也不多 才三万元 打打价两万也行 看到刘大姐犹犹豫豫 毫无自信的态度 杨大哥抓紧开始进行爱情观教育 要钱才还是要人对你好 哪头重要 小妹别被金钱迷了眼 钱是可以挣得行 是无价的 一套心灵鸡汤下来 刘大姐被整得有点不会了 老年人在婚 面对的压力和未来的不确定性挺难抉择 万一不慎十人不当 下半生的幸福将会荡然离去 刘大姐犹犹豫豫举妻不定 杨大哥同样顾虑重重 两人都在犹豫彷徨 相亲还要继续不能这样耗着 看来关键是刘大姐要彩礼这事 一时半会不会有结果 你看刘大姐要撤退了 从闺女儿子伤了 那就就从她这样 你们拍一下吧 你给我打个电话 要我们这边还瞅瞅 刘大姐说等节目播出 让孩子们看看商量商量 就像刚才杨大哥说的一句话 看着行就别放手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再说杨大哥 不管是多大年龄 人家一个寡妇老太太 平白无故来和你过日子 不出点血能行吗 三万元也不多 不花钱的老伴能找到吗 可是相信爱情的杨大哥 就不信这个鞋 委托红娘接着找 你看刚找来的柴大姐 她已经鸟鸟停停的走过来了 双方见面寒暄 柴大姐干脆利索 开始连猪炮事的询问 那节奏更像是 威虎山上哪段经典对话 柴大姐还真是少见得急性的 从没见过这样的文化 七里咔嚓一问一答 要是一般人肯定会答不上来 也就是杨大哥有上一次的经验 回答起来也算是棋逢对手 这表现让柴大姐很有成就感 再说杨大哥对柴大姐也很满意 认为这正是自己的所爱 柴大姐还一点也不谦虚 嘴上说的不年轻 实际上心里已经乐开了 遇到这样的傻大粗黑真好糊弄 给对方留下了好的印象 接下来要条件的时候也有底气不适 他现在关心的是杨大哥有没有不良嗜好 你看杨大哥激动的反倒说话了 小编也太没出息了 杨大哥是被媳妇迷的说胡话 把喝酒抽烟说成是喝烟抽酒 你怎么把话说晚了呢 先不管这些了 看看柴大姐是多么的讨厌抽烟人 见柴大姐对抽烟人的深恶痛绝 杨大哥痛下决心 为了心爱的人坚决戒烟 饭不吃不行 烟不抽又能怎么样呢 杨大哥的戒烟决心打动了柴大姐 此时她的光辉形象 已经深入了柴大姐的人心 这样的好男人坚决不能放过 看能不能通过第二轮问答 柴大姐提出的所有问题 得到的都是杨大哥的英语 在杨大哥这里没有过不去的事 她在一味的迁就柴大姐 不管啥事都依着她 此时旁边的红阳有些坐不住了 我发现了 大姐说你不能干农村活了 大哥说不用你干 不用真不用 大姐说那个姐们啥溜的溜的正常 大哥说对溜的正常 这我知道 大姐说不找抽烟的 大哥说我记 真记得 你看你又是啥这个鸡 我保证你了 红阳说一句杨大哥重复一句 答案还是和刚才一样 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此时的柴大姐还没有要结束的样子 兴趣昂然的开始了第三轮问答 柴大姐见到杨大哥的态度 对她十分的满意 眼看着就要产生如意郎君和可心的媳妇 成双成对的节奏快速发展 杨大哥到现在也没看到柴大姐要钱 正在暗自高兴 我终于可以找个懂爱情 不要金钱的老伴了 谁曾想柴大姐都偷一盆冷水浇了过来 真狠 每月一千元 彩礼三万元 还要买三千 原来柴大姐才是捞钱的高手 杨大哥无奈的黑黑黑的傻笑 原来天下乌鸦一般黑 相信的老太太都要钱拿 你当家勾点零花钱也行 我这个人不喜欢要你脏手管一要结花 老铁您看相信的老太太变好了 怎么就不是开口就要钱了呢 是什么原因让她失去了贪婪本性 还是忘却了男人适用下半身思考问题的动物 不妨先看一下前辈的老太太 是怎么要钱不要命的 相信经常看这类节目的老铁不会陌生 要工资 要彩礼 要劳保 还要房子 五花八门 众生百孝 这就不难理解有朋友误会 东北的老太太怎么了 不是来相亲 都是来找饭票捞钱的 今天的徐大姐主动提出不当家 给点零花就行 本来这个要求不高 可是碰巧遇到了一根金协会的会长 直脾气军绿王大哥 不仅不给零花钱 还要让徐大姐把工资拿出来 喜欢的朋友请长按三秒点赞支持 咋大哥就是把工资放在一起 消失不了在这存上 我为啥我就监测放在一起呢 放在一起这是夫妻 这是两口了 就是隔一块都是 那像一家人 王大哥说的不无道理 结婚一起生活人都合体了 经济是分开的 白天各花各的钱是私有制 一晚辈子一带就是公有制 时间长了能过到一起才怪呢 所以王大哥在和红娘说 则标准时就特别强调过 年龄五十七八 六十五 往后数 这关条件儿女都熟悉了 就是带着工资就完事了 就放在一起 一心一意的货 别自己拿自己钱 那不叫一家人 那花吧 拿拿就拿散了 有了择偶的标准 学摸个把老太太来相信 对于红娘来说就不是个事了 可是王大哥提出的工资放一块花 是个不小的问题 这件事还需要徐徐徐徐之 绝对不能操之过急 性格温柔低调过日子的徐大姐 成了红娘为王大哥的首选 为了两位老人的婚姻生活 红娘一刻也不敢耽误 带着徐大姐上门相亲来了 你好 你好 两人程序般的见面寒暄 从双方的眼神中看到了 希望怎么有一家人的感觉 反而没有一点生疏 不会早就有啥机会认识吧 这样的话 两人如果在同一个一孕出生 还真说不定有过交集 可是那时候即便是在一个病房 各顾各强保那猫着 想打个招呼也做不到 一论年龄王大哥比徐大姐还小三天 成了王老店 仅从年龄上徐大姐赚大发了 徐大姐要求年龄七十岁以内 工资收入三千元以上 王大哥年龄要求是六十以内 王大哥月供四千多元 仅从个人条件来说 王大哥有点吃亏 徐大姐年龄超标 他能愿意和徐大姐继续聊下去吗 同事也行 求演员好 我求演员可以 听王大哥的口气 他对徐大姐是认可的 演员这关过了 王大哥对徐大姐的好感倍增 虽然年龄上超出了预计范围 可是只要演员好 其他不重要 王大哥这便暗自高兴着 可是徐大姐对王大哥的长相有点误会 徐大姐板着一张苦瓜脸 认为王大哥目露胸光脾气一定不好 那王大哥不就成了剃头挑子一头热吗 不仅如此徐大姐毫不客气 当面告诉王大哥你的脾气不好 我害怕 王大哥除了性格绝强一根筋之外 那可是个一腔热血的好心人 还是活跃在小区为居民服务的活力风 王大哥凭着一副热心场 义务劳动免费为居民服务 获得了周边邻居的高度赞扬 要是徐大姐到这些人群去打电 那还能错吗 徐大姐索性暂且放下此事 反而担心起王大哥的离婚原因 是不是因为脾气不好引发的呢 因丧偶而守寡的他 十分看不起离婚关独的男人 因为离婚的结果双方都有责任 徐大姐的过路是有道理的 一是怀疑人品有问题 在他的世界观里 真正的好人是不会离婚的 二是担心与前妻收付水 缘破镜 现实生活当中 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 幸好王大哥的离婚缘由 是性格脾气将就不了 他为了孩子也曾经努力过 还想继续维持现状忍受煎熬 你说六岚岁的离婚 一样一庆祝公 庆祝公打鞋子 这家属于不正经 我这不 我妈姑娘说 哎呀你一就离吧 我妈那个个性 你也将就不了 再你俩再莫去 你离吧 要不你俩还打一辈子呢 我不能准备给他 在虚众买房子 他也不回来了 女儿甚至父母的个性 与其说这样打打停停停停打打 老两个只不定会出现啥问题 自己不在身边放心不下 倒不如把他们分开 让他们眼不见心不凡 能安冷的度过下半生才是关键 父母离婚后 对老人今后的生活 做了适当的安排 徐大姐了解情况之后 对王大哥的遭遇表示理解 他说实在在的是不是 包括咱之前不是 不太喜欢说这个离遇了 对呀 这回你看他也跟你说清楚了 是 他不能放心 他既然那么说了 咱们说的也能相信他 听了王大哥的叙述 徐大姐对他放下心来 在徐大姐的眼泪 现在的王大哥是个可靠之人 不会也没必要说假话骗人 相信了一个人就会敞开心扉 面对一个将要和自己在一起生活的人 个人生活方面的禁忌 还是早说为妙 抽烟不 我只是有咽咽 那一抽烟我就受不了 你让我也想记 提烟是好事 那个喝酒不 喝 现在喝少了 我现在没退休息了 徐大姐因为咽咽不能为咽味 王大哥又有抽烟的嗜好 看来这个问题就需要王大哥做出牺牲了 除了抽烟之外 徐大姐对喝酒的男人非常恐惧 因为除了恐惧还是恐惧 经徐大姐现场查识 王大哥每天的饮酒量都在可控之内 不耍酒疯不打人 徐大姐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地了 他最恐惧的就是喝大酒的人 因为前夫就是个酒盲子 王吃饭他也喝 在外头跟朋友也喝 就这样事 你管不了 那喝酒就是最进行 对对对 那喝有时候都躺在外头 前夫喝大了就耍酒疯搞家暴 最后也是因酒而丧命 所以当下王大哥烟可借酒少喝 就完全符合了徐大姐的愿望 他对王大哥的好感倍增报表 我讲这个人的话他不能说话 还是这个人罪的 对完了有点就可怕感觉 徐大哥对王大哥的重重考验 被王大哥用真情层层化解 在互动的过程中 两人心灵的小窗户有了互通 乡亲还要温暖地继续 吃饭当然也不能耽误 当下王大哥安排饭店一起吃饭 边吃边聊那意境岂不是更好 也该谈谈老年人乡亲的敏感问题了 那句不明不白的话 再次从这位大姐的口中说出 先是要一千元 接下来就说不喜欢伸手要钱 那就是喜欢对方主动给了 这样也好 你看徐大姐没有把控工资的愿望 更没有要彩礼的贪婪 王大哥应该满意了吧 谁曾想王大哥得寸进尺 还有更高的要求 王大哥不仅没有答复 给徐大姐一千元零花 还要求徐大姐把工资拿出来一起花 工资放一起才是一家人 既然人要合体 经济没理由不合并 这个看起来已经满满爱意充盈的提议 徐大姐好像是听明白了 老铁们您看看 看中了长相有了演员 精神上又合拍 关键是刚才对于剩余的四千多 一口同声的说出了存上两个字 这下经济层面上的问题 应该是得到了很好的协商效果 可是接下来 徐大姐说了这样一番话 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女儿现在她没有孩子 她坐寺馆 现在她俩工资还少 咱们说就是一个女儿 你说我不帮着谁帮着我 以后她俩要有孩子有啥的 咱可以把钱到一块堆是不是 原来徐大姐的女儿需要治病 经济上不关于需要帮助 要她工资拿来放在一起 很显然是不太合适 她想等女儿生孩子之后 再把工资拿过来两人一起花 一根筋协会的王大哥 一听就沉不住气的急眼了 原来王大哥的要求 只是把工资放在一起 怎么花是将来女主人的事 对于女儿需要帮助尽情的花就行 更何况她非常喜欢孩子 可是徐大姐听了有点不相信 依然是云里雾里不甚理解 王大哥继续解释说 我四千块钱拿出两千块钱 我俩生活够了吧 我剩两千有什么用 不还是放在一起呢 我跟你说既然到一起 我自己说她不少钱 我这个性格 那行 那也就是说盯算吧 熟的这四千拿出 俩人就放这用 对 是 这下徐大姐听明白了 红娘也听清楚了 兴趣盎然弹性正能的王大哥 一边继续一想 美好生活的画卷 一边刻意强调 你的女儿就是我的孩子 在一起过日子 两人合体 金钱入贵 孩子入怀 才是一家人 当有未儿女花 你必须得花 你家里有外孙子 有外孙子更得花了 我特别喜欢孩子 要有外孙子 我成年包补小 我都这个心 妈 你说这句话更感动 王大哥激情的话语 把徐大姐激动的脸 泛潮红心乱跳 不知不觉中了招 两人心想斗了一起 话说到了一起 这才是老年人 相亲的最高境界 徐大姐能不激动吗 事严重在一起吧 就得珍惜 珍惜这个时间了 我这人就是常 看到那个人 因为这前面的那个 我感觉都可惜 你对我好 我对你死的好 你对我死的好 对你来好 声念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人老了找个伴 有个直冷直热的人 相互照应过好下半生 这才是老年人在婚 追求的最高境界 与那些只要钱不要命的老太太相比 徐大姐和王大哥的未来幸福 才是那些财迷老太太们望着莫及的 老铁您说呢 老铁您不吵严重贴 探朵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